二手车变成了八手车 其中是否暗藏猫腻 他给我的肯定是泡水车 是这保险盒里头的寄电器 这全是秀的 原本以为车况良好 赞料一查却发现了大额出现记录 发现了好多的领培 14年的时候就有一笔18万5个领培 前后两次检测 结果竟然大不相同 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引擎 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工作原因 可能是遗漏了这个事情 就导致我们签了合同 水泡车之后在线事故车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1月26号我们栏目播出了一期节目 二手车变成泡水车 关于这起事件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购车人杨师傅也决定通过起诉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件事情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事人杨师傅去年8月份的时候 在太原市万百邻区的天翼二手车行 购买了一辆二手车 本以为车矿没问题 可开回家之后经过鉴定 发现这辆车是水泡车 于是杨师傅就找到车行和当初向他出售车辆的车行负责人王海宝提出退车 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经过记者调查了解 天翼二手车向杨师傅出售车辆的过程当中 存在着很多的猫腻 下面呢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2021年8月12号这天 太原市的杨师傅在位于太原市万百邻区的天翼二手车 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大众朗一轿车 车辆外表看起来很不错 可是实际车款却不尽如人意 他给我的肯定是泡水车 是这保险盒里头的这个寄电器 这个全是秀的 估计都淹到这方向盖上面了这车 属于重大泡水车 那你当时你就没有看啊 你当时买车的时候就没有了解这个车的车况 当时不懂了 光是看了那个后备胎的那儿 没看扒开那两面看两面 购买车辆的48500人 杨师傅是分两次支付的 他先是刷卡支付了8500元 POSE机小票显示 收款人是山西女同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后来杨师傅说 他呢又给了王海宝4万元的现金 也就是说王海宝是以山西女同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义 取了杨师傅的部分购车款 而杨师傅看车提车则是在天翼二手车进行的 而山西女同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正是王海宝 经营范围呢也包含二手车交易 但是当记者来到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时却发现啊 这家公司的注册地点是在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 而且呢是大门紧闭没有工作人员 杨师傅说 他购车时 卖车人王海宝并没有跟他说明车辆的情况 他认为这属于欺骗行为 那么对于这辆车啊 王海宝这儿又会是怎样的说法呢 合同上有明确标注过这些泡车 你看啊 合同标注不会标注 王海宝说 一般他在和买主签订购车合同的时候 会在合同当中明确标注车保范围 但像类似水泡车这种问题 为了避免麻烦就不会在合同上提及 显然他这样的解释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杨师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 第55条第一款规定的甲一罚三的责任 要求王海宝进行赔偿 那么这家天一二手车既然存在经营行为 又有没有相关的证兆呢 那咱们这个天一二手车的营业执照 您能让我看一下吗 我不是负责人 记者提出要查看一下 天一二手车行的营业执照 但是王海宝呢并没有出事 并且还说啊 自己并不是这儿的负责人 那么这家车行有没有营业执照呢 天一二手车的老板是叫邢泽家 他在1月21日办理了这个营业执照 小景玉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天一二手车行属于无照经营 就在记者调查过程中 一名信邢的男子办理了营业执照 据了解 刑某和之前卖车给杨师傅的王海宝是朋友关系 我们下一步是根据咱们这个无照经营管理办法 对它进行立案查处 无照处理的是1万块钱以下 莫受它违法作得 我们这个查处之间是90天以内 对于天一二手车行 之前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经营行为 小景玉市场监督管理所表示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那么之前杨师傅的购车合同 并没有按照规范文本签订 这种行为是否违规呢 不完善的合同就连手印也没有 工章也没有 而且也没有在合同上 地柱上是这个泡水车之类的字眼 合同现在属于是民事诉讼 在不认定这份合同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咱们去法院起诉 关于合同不规范的情况 小景玉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杨师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那么山西与同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和天一二手车之间又属于什么关系呢 雨中行这个汽车二手车属于小店区 不属于我们满满邻区的管辖范围 如果要是在调查 我们这块就会肯定把这个就移交给小店区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 杨师傅购车的地方天一二手车行 之前确实没有办理过营业执照 属于无罩经营 相关部门会对这一场所之前所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那么这家天一二手车行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而接下来记者又会调查出怎样的情况呢 坐实无罩经营之后 又会有怎样的调查结果 案情可能是比当小小的要负责 评价置换的二手车 竟然又是一辆事故车 检测的没有问题我买了 复检的时候检测出来是个重大事故车 前后一周时间连连出现的状况 让消费者难以置信 纯属的就是在诈骗有些敲诈 水泡车之后在线事故车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杨师傅将自己遇到的问题 反映到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后 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 此事由万百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调查 小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调查 之后记者来到太原市万百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情况 立案以后正在调查中间 那现在调查的一个进度是啥呢 现在还没有这个具体的现在 没有因为正在调查 这个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因为这个案情可能是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一点 目前这件事已经立案 正在调查过程当中 相信很快我们就能了解到 关于合同问题以及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情况 除了杨师傅在天一二手车行购买的水炮车之外 另一位求助人小杨也在购车之后遇到了烦心事 发现这是个重大事故车 那大量都是焊接过的 关于小杨遇到的问题 还得从去年十月份开始说起 当时是在那个我看那个咸鱼上面 他有一个发布的这个二手车的动态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联系了 然后通过微信啊 他聊了几天 然后过去看着他的那个车 小杨看中的这辆车 是一二年款的宝马118爱车型 小杨说 他在和工作人员聊完关于车辆的事情之后 就来到了天一二手车行看车 和王海宝进行了对接 我问他车况 他说这个车一直是他自己开的 最起码你要给我保证的三大件 肯定没有问题 他说这我自己开的车 我能不知道了 肯定没有问题嘛 听到王海宝这么说 小杨依旧不太放心 于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说我当时我也就是嫌不放心 然后人家就给我找了这个检测的 小杨说 随后王海宝就帮他找了一家检测机构 并对这辆宝马车做了检测 人家给我做了在查博市做了一个检测 检测的没有问题我买了 据小杨说 这家叫查博市的机构 对他要买的这辆车进行了检测 并出具了检测认证书 认证书上显示 检测师名叫韩雪峰 检测结果为 非事故车 非泡水车 非火烧车 看到这份检测报告 小杨终于把心放进了肚子 和王海宝进一步的协商购车方案 最终双方协商一致 小杨用自己的一辆本田车 评价置换王海宝的这辆宝马车 双方在2021年10月13号签订了一份旧机动车买卖合同 交易结束之后 小杨开着自己心仪的车辆回到家去了 第二天还去整备了这辆车 可这一整备就发现问题了 纯属的就是在诈骗 敲诈的 他就是从一开始 他就是 这也就像下号套一样 究竟发现了什么问题 会让小杨在置换车辆的第二天 就觉得自己上当了呢 让我们的朋友给我查了一下 这个车的出现记录 然后就发现了好多的理赔 14年的时候就有一笔18万5的理赔 小杨通过查询车辆出现记录 发现这辆车在2014年的时候 商业险理赔了18.5万元 之后2015年到2017年 均有1500元到2万多元不等的 多次商业险出现记录 看到这样的结果 小杨坐不住了 这款车型的车 新车才卖30万元左右 一次商业险理赔金额 竟然高达18.5万元之多 如果不是车辆出过大问题 怎么会有如此高的理赔金额呢 除此之外 还有更让小杨感到郁闷的事 他那个登记车上没有一手 让小杨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用自己一手开出来的车 置换了一辆过了九手的车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就发现了这么多的猫腻 而在小杨联系上检测机构 对车辆进行复检的时候 也完全印证了他自己之前的猜想 后来复检的时候 这检测出来是个重大事故车 小杨说 另外一个检测师 对车辆复检之后发现 该车辆属于事故车 但是检测机构 这次并没有出具复检的检测报告 对于这样的情况 小杨自然不能接受 于是 他找到王海宝协商退车 可是对方却迟迟没有说法 那么小杨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对于这件事情 王海宝这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我换回来这台车以后 当时有人要了 然后导致这些一系列的问题 我说那你就得补偿了 王海宝说 小杨之前评价置换给他的本田车 已经被人给预定了 现在小杨反悔了 又想把车再换回去 那可就不能评价了 而是需要小杨进行补偿 对于王海宝的说法呢 小杨有些不能接受 明明是我自己上当了 怎么才一兜时间 这里外里干了个赔本的卖卖呢 双方协商无效之后 不欢而散 可小杨这耗不起啊 一边是换来的事故车 不敢开 另一边呢 是自己原来的车 可能被卖给别人了 左思右想之后 还是决定 干脆自己啊 吃点亏 给王海宝进行补偿吧 最终 小杨给王海宝微信转账 一万六千元 换回了自己的车 车倒是换回来了 可小杨呀 怎么想都觉得 自己吃了个哑巴亏 那自然是闷闷不乐了 我跟他说过 车有点问题 二手车 毕竟有点瑕疵 有点毛病 很正常的 他说是那就找个第三方 他找的第三方 当时找不了 我就帮他找了一个 然后这个 可能是因为 他们那个工作原因吧 可能是遗漏了这个事情 就导致我们签了合同 王海宝说 当初检测机构 确实是他找来的 就是因为这份检测合格报告 才促成了 他和小杨之间的 平价置换车辆交易 所以小杨 不应该来找他要说法 这一万六千元 也不能再反悔 他们报告失误了 和我这样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 你不知道这个是重大事故车 我知道不知道 是他要找第三方 我说那咱们就找第三方 去鉴定 王海宝认为 这一切都是因为 查博士这家检测机构的 失误导致的 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可小杨对此也有疑惑 检测机构是王海宝找的 检测费用是自己支付的 这份报告 究竟是为了促成交易赚钱 还是真的检测失误呢 记者查询到 太原查博士机动车 鉴定评估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 位于太原市禁原区 万国七毛园内 随后记者也来到了这里 我们现在来到了万国七毛园 那根据我们的查询呢 这个查博士的注册地点 是在这儿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来找一下 他的这家店 您好 您是查博士的工作人员 嗯 对 你直接联系公司就行 我怎么联系公司 我不太清楚你的事情 发生这件事情之前 我还没有到上 小杨的车 为什么在第一次检测的时候 没有检查出问题来 而在第二次复检的时候 就能检查出来 是一辆事故车呢 由于记者没有见到公司负责人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先联系到了 第一次做检测的检测师 韩雪峰 韩雪峰说 当天上午 小杨在查博士网络平台上 下了一个检测车辆的订单 之后又取消了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 又下了一个同样的检测订单 第二天上午 他来到天翼二手车行 对车辆进行了检测 可能是灯光条件不好的原因 所以没有检测出车辆是事故车 韩雪峰说 出了检测失误这件事之后 自己已经被公司开除 而公司也因为检测失误 给小杨赔偿了五千元钱 面对小杨的疑惑 这名检测师表示 他和王海宝并没有关系 这次检测失误呢 也的确是他自己的原因 通过和这名检测师电话沟通 记者了解到 天翼二手车行 在进行车辆买卖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在这个检测平台上下单 由检测师上门检测 下订单的人 有时候是客户 有时候就是这个二手车行的人 关于查博士检测平台的情况 记者呢会进一步的调查 而对于小杨遇到的问题 我们呢也是存在疑惑 小杨是和王海宝签订的置换合同 他们之间的置换 究竟是个人交易行为 还是个人与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呢 这份置换合同又是否合规呢 还有小杨究竟需不需要 给王海宝补偿这一万六千元呢 二手车交易又猫腻 消费者的损失又该怎么办 非法经营导致的所谓的收入 这个应当依法退还 售车人迟迟不露面 事情又该怎么解决 不面对下一步了 也有咱们法院了 也有司法机关了 我们会移交给法院或者司法机关 或者要进行下一步 水泡车之后 在线事故车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小杨觉得 这辆事故车是王海宝 从别人手里收来的 所以他对于车况一定非常了解 但是在自己去看车的时候 对方却没有明确告知车辆情况 甚至还拍着胸脯保证说 车辆没有问题 这摆明了就是在骗他 他当时签的这个购车合同 反正也是没有手印 啥也没有 签合同的时候 为什么都没有盖这个章呢 就咱们都是个人对个人 有的是个人对个人 有没有盖了章的 没有 王海宝表示 他和所有人签订的购车合同 都没有盖章 我们了解到 这家天一二手车行 之前并没有取得营业执照 属于非法经营 那么 在小杨的这份车辆置换合同当中 甲方签着王海宝的姓名 补偿款也转入了 王海宝的微信账户 这场置换交易 究竟是和王海宝个人的交易 还是和这家 非法经营场所之间的交易呢 消费者来到了这个 所谓的经营场所 又面临这么一个交易的环境 对方的身份也已经表明 我认为消费者有理由认为 自己是和一个正常的经营的 一个经营实体在打交道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讲 这叫表见代理 就是说有理由相信 对方是代表公司来 与自己在进行 这个实体的经营交易的 律师认为 小杨和王海宝之间 虽然是以个人名义 签订的合同 使用个人账户转账 但是车辆置换 是在车行进行的 所以可以理解为 小杨置换车辆 是和天一二手车行进行的 这个所谓的公司 没有依法成立 其实是涉嫌这个非法经营 这个一万六 首先可以理解 这是非法经营中 收取的费用 应该退还 非法经营导致的 所谓的收入 这个应当依法退还 之前王海宝表示 自己和小杨双方的交易 是因为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现了检测失误促成的 那么这样的责任 能否由第三方检测公司来承担呢 第三方是对检测负责 他对这个经营本身并不负责 所以说我认为在经营过程中 发生的这种交易 因为他经营的非法性 他就应该把这个非法所得退还 而不是这个把自己的风险 转嫁给第三方 小杨现在就想让对方 退还自己支付的一万六千元 那么他的要求能实现吗 我们现在再次来到了天一二手车 但是我们今天来就看到了 这个大门紧闭 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应该是没有人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电话联系一下 王海宝 看到这样的情况 小杨有些着急 拿着早就准备好的投诉材料 来到了太原市万百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小景玉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 但是当工作人员联系王海宝的时候 对方却一直没有接电话 您好 我们是万百林市场监管局的 您好 请问是王海宝吧 不是 您是哪位 不是 我他朋友 你是他朋友 他在哪了 他不在现在 在医院检查的 行了那让他回来了 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吧 好嘞 不面对下一步了 也有咱们法院了 也有司法机关了 我们会移交给法院 或者司法机关会对他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目前 小杨已经将详细情况进行了反应 下一步 相关部门表示会并按调查处理 在这里 还是得提醒大家 购买二手车 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擦亮眼睛 同时呢 也要劝告商家 一定要依法合规开店 诚实守信经营 天翼二手车行 之前属于无照经营 如果大家在这家车行 也有过类似的购车经历 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也可以积极地向我们进行反应 也可以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去进行投诉举报 关于此事的进展 我们也会继续予以关注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感谢观看